中国是塞尔比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也是我们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总体来说是从中国的进口 大于我们对中国的出口 但是近几年我们对中国的出口 是连续翻了好几番 有一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上海办进口博览会 从上海开始办进口博览会 到现在我们对中国的出口 是大幅度增加 就像刚刚提的 它翻了好几倍 主要出口的是像金属矿产 还有很多食品 还有饮品 我们国家的红酒 还有肉类 这些是近期出口的一些热门的内容 当然还吸引了很多投资 就很多其他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者看到 你这里有公路 你这里有新的铁路 那我过来投资设厂 从而盘活了整个塞尔比亚的经济 在互联互通方面 其实一带一路 给了塞尔比亚更多的理由 去接触那些 以前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国家 比如说像肯尼亚 巴基斯坦 还有像东南亚的人口大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这些都是我们近几年 借着一带一路 希望去深入发展的对外关系 可以说一带一路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环境下 它其实给了发展中国家更多的选择 我觉得学术活动 其实是促进一带一路 人文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 我代表国务学院 邀请了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 政治科学院的副院长 拿蒂奇先生 来复旦参加 由我院主办的院长联盟 我们邀请了来自一带一路 沿线的重点国家的政治学 还有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 来复旦参会 共化一带一路 除了这些活动 还有我们学校的品牌项目 青年全球治理创新大赛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我们邀请了来自一带一路 沿线数十个国家的上百位学生 来参加比赛 今年有计划 邀请塞尔维亚一带一路研究所的所长 来复旦交流访问 我是希望六月份 还有在下半年的时候 能够回国 然后邀请对复旦 以及对跟中国合作相关的教授 还有学者来中国参观 让大家看看复旦 看看上海 也是把这边的一些现代化的 经验带回到塞尔维亚